其實在我們節目當中 每次我們試到一些車款的時候 都會幫大家來做一個 後行李箱的一個測試 我們通常可能不是放高爾夫球袋 要不然就是放行李箱 但是今天給大家滿滿的兩輪 我們要請劉老闆 因為他是本身非常專業 所以你今天把你的CADDY 開到現場來 CADDYBAN 那你這裡面很神奇 到底可以放下哪些腳踏車呢 你是不是為我們大家來示範一下 可以 好 我第一次在旁邊看到 這麼多的兩輪自行車 而且在我面前的這兩台 也太大了吧 我很少在路上看到 一般頂多看到這樣子的 我也是像它這樣子的 在車頂架上的 很少有這麼大台的 是不是請劉老闆 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腳踏車真的很厲害 這是我們比較專業的登山越野車 那我們這車子 你不會在一般路上看到 就是因為這種車子都在山上 都在林道裡面 對 所以這是 如果是上路的時候 你就會騎它 你看光它這個輪胎 跟那個重型機車 那個差不多 就是那種越野重型機車 就有點像 是 那我要問一下劉老闆 像這樣子的腳踏車 它這麼大台 我們通常如果說 我要騎這樣子的腳踏車 我們有沒有一些正確的知識 就是怎麼樣上車 或者是說 你怎麼調整你的位置 有 我也要一起 我也要一起 好 這台可以借我嗎 可以 直接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就可以了 好酷喔 這根本就是一台摩托車 好 那首先我們要上車之前 我們就是先把煞車 拉把固定 兩邊都要固定 那把車放傾斜 放傾斜 那等一下這個要不要調整 譬如說 我們騎這種車的高度 基本上是要 譬如說我現在上去對不對 對 我正好是 我的腳正好可以踩到地上嗎 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不對喔 對 因為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我們的腳要 要伸直 才能夠把我們的力氣用出來 那所以我應該要怎麼 調到什麼樣 你可不可以幫我 好 可以 是要調到大概怎麼樣的高度 這樣嗎 高度的話 我們大約在腰的地方 腰 大約在腰的地方 腰這麼高喔 對 這也太高了吧 你剛剛那麼笑喔 腰那麼高是不是 是 那我們跨上車的時候 我們不是坐在椅墊上面 不是坐在椅墊上 對 我們車子要拿鞋的 要稍微傾斜 傾斜 跨上車 跨上車 對 然後一腳放在踏板上 一腳放踏板上 你騎向前的時候 才坐上位置 往前移動的時候才 那你先示範給我看好不好 老闆 了解了 我來了喔 揮 拜 拜 我要走了 好好玩喔 所以其實這樣子是很輕鬆耶 那可是 當譬如我在停車的時候呢 停車的時候 我停車的時候要怎麼樣 停車的時候一樣是 人要先下座墊 騎這種車啊 帥的地方不是在於說我是這樣 這樣子 這樣很醜 所以是要不能坐在那個 不能坐在座墊上面 座墊上面 然後你停車的時候是這樣 是的 了解了 那現在我要請劉老闆 你平常都把這兩台車 塞到你的車子裡面嗎 是 真的假的 這麼大台真的有辦法塞嗎 我們請劉老闆幫我們散散看 你平常出去林道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 把這兩台車帶出去啊 是的 好 我實際把車放到車上 好 這一台是我們林老闆的Caddy 然後他把它彩繪點 非常非常的酷 好 我們現在請劉老闆 為我們把這兩台越野的自行車 塞到他的車子裡面 好 這其實後面的空間很大耶 它感覺就像一個箱行車一樣 是 但是你的車比一般的腳踏車 還要大 那你怎麼塞進去呢 有沒有一些升級的配備 升級的配備 比如說我把車塞進去 那劉老闆你是不是一邊示範 然後一邊告訴我們說 比如說像我們真的想要 像劉老闆一樣 我把車子要塞到這個裡面的話 我應該要有哪些裝備 你要有固定車子的架子 固定車架 對 那放上車 有固定車架就好了 所以它原本這台車後箱 就是這個樣子啊 對 還是說它的護板 這些是你自己另外加的 這是商旅 所以這算是貨車板 所以它是 很多防刮的一些飾板就對了 對 好 所以這樣放 這又放一台耶 還有另外一台 對啊 這這樣感覺起來好像 45度角的放進去 斜的放進去 因為我們這個車子本身比較長 那劉老闆你有沒有測試過 如果不是載這種大型的越野的話 像一般的那種公路車的話 可以載三台嗎 可以 可以載三台耶 我們如果載公路車的話 拆掉前輪最多可以放七台 可以放七台 對 那這種的越野的自行車 它用這個架子就很穩固了嗎 對 不需要用什麼繩子把它綁起來嗎 我們會靠車子裡面的這些配件 去用繩索固定 對 用繩索固定 因為我們在山上 都會比較顛波一點 對 所以我們必須要一些繩索來固定 所以大家注意 如果說你真的想要 像劉老闆一樣的話 一定要是 除了有這一個固定的車架之外 還是要用一個繩索把它固定起來 因為你不知道 你會遇到什麼樣的路面 萬一倒下來 其實很容易砸到那個玻璃 或者是損傷車內 甚至於你的腳踏車可能都壞掉 是 好 謝謝我們的劉老闆 而你怎麼會有很多大迷 possibile 我去拿 那邊 你怎麼會有很多事 你怎麼會有很多大迷犯 我這碰計暴力等等 如果我一次就來 有這種卡,